在家紀官的五倍粗製生病院 是一級一半年起的 天空一數年 將它定入最歷史建築 不過一六年的時候 當中這個蘇敵樂風臺 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經過相關 為首席國外設施 綠外開放 未來也要真正做社區的文化館 蓋上全身病院的有關 還有以前病院 他先看進的東西 跟我們報主 有帶我們五倍粗全身病院 經過休閒 採食正式起用 加上附近的商務員 又受管理 現在正在電腦 醫療文部和老商品 在1900年起的五倍粗製生病院 因為風臺的關係 讓我們本的建築 害到全身病院 佛祭修理的社會團隊 利用新居公共的方式 讓這個地方的未來 可以讓社區好好來使用 因為它的條件 跟一般的歷史建築不一樣 它只剩下這一個 三片主要的牆跟一些木結構 所以正立面已經變成碎片 把這一些碎片 也就是所謂的殘塊 把它收集起來 那麼做成一個平面 把它整合到整個建築物的空間裡面 社區表示當初打拼來保留 整身病院 除了感染五倍粗製生 對地方的付出 也希望可以把這個歷史 團成給後一代 經過大家的努力 總算讓這間 買百多年的歷史建築 有新的死命 新的活力 記者林肺庭 加基報導